Hello 大家好 本期的绘本上的新食物视频 将要带来的是镜头中的这一款 发行于1960年左右的 蓝灯出品的Vintage立体机关绘本 那看到它的这个封面呢 就知道是皮末槽的故事 那手里的这一本呢 非常的难得 因为呢 它的封面整体呢 是没有什么破损的痕迹啊 问题的 它呢只是在一些角落的细小位置 像这种小小的角落 有一丢丢的那个磨损修复 但是呢 就放在镜头前 正常的使用欣赏呢 是完全不影响的 用上脚这一丢丢呢 是一点小小的胶痕 是可以自行用那个 酒精啊 湿纸精啊 就是擦去的 本的封面我们已经看完了 看一下它的一个内液情况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皮诺槽的爷爷 正在制作着 可爱的小皮诺槽 那左手边的页面可以看到 皮诺槽的爷爷总算完工了 他快乐的跳了起来 拉动一下机关 可以看到爷爷呢 就左右仰慌 把了起来 右手边呢 可以看到皮诺槽 与他的一些小伙伴 天上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皮诺槽的爷爷 叫皮诺槽呢 去上学 可是呢 他在上学途中 就看到了 马戏团里边的表演 后面呢 有两枚马戏团表演的人偶 那比较难得的一点呢 是人偶还在 不过呢 人偶就会有一些正常的 就是使用折痕 但对正常的使用欣赏呢 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一款绘本的那一页 整体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只不过呢 就是一些角落位置 是会有一些使用折痕在这边 接着来到绘本的真一页 真一页是因为 皮诺槽对蓝签子撒谎了 它长出了长长的鼻子 从侧面呢 是可以看到 在翻页的同时 皮诺槽的鼻子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的样子 这根页面呢 可以看到 最终男仙子原谅的皮诺槽 给了它一个机会 让那些啄木鸟呢 把它长长的鼻子呢 给啄短了 但是呢 皮诺槽还是中了 那个狐狸和猫的陷阱 右下角有一个陷阱的机关 拉动一下 皮诺槽呢 就被陷阱套住了 那就在它被抓住的时候呢 飞来了一只象征和平的鸽子 它呢拯救了皮诺槽 拉动这页的机关呢 可以看到 鸽子的翼毛 鸽子的翅膀呢 就拍动了起来 它这个页面的这个机关呢 是有被修复过的 目前呢 就可以正常的 就拉动那个鸽子的翅膀了 接下来左手边 我们可以看到 皮诺槽来到海边 想要找寻他的爷爷 拉动一下左手边的机关 是海豚告诉了他 爷爷呢 已经去大海深处 寻找皮诺槽的下落了 右手边呢 是皮诺槽哭着去寻找 蓝仙子的帮助 但是刚告别蓝仙子的皮诺槽呢 就被他 贪玩的同学呢 就是带到了一个儿童乐园 但其实这一个儿童乐园里边 所有的孩子呢 都会变成驴 那拉动左手边的机关 就可以看到 皮诺槽和他的同学呢 都长出了驴耳朵 最后呢 皮诺槽变成了一头驴 被那个不法的商人呢 投入了海中 就在这个时候 一头蓝鲸 把他吞进了肚子 没想到在蓝鲸的肚子里 皮诺槽和他的爷爷又成聚了 来到这个页面 就可以看到 皮诺槽和他的爷爷呢 就齐心协力的 从蓝鲸的嘴中呢 逃了出来 最终呢 蓝仙子为了奖励 皮诺槽的诚实 把他变成了真正的男孩 绘本最后一页的这个机关呢 有一些年久老化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过 好啦呢 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吗